相信我 如果你是萌新 那这个视频一定可以让你在以后疯狂感谢我的 那如果你是大佬 那就来看看这些是否也是你曾经走过的弯路吧 哈喽 可爱人们大家好 我是快蓝天红军 整个公链 我看你赞 我亲们 第一 升级不要语录均粘 相信很多萌新玩家在刚开始玩原神时 把原神都完成了养成类游戏 每抽到一个角色就开心的不得了 为了得到角色老婆老公们的好感 直接化身爆发户 将背包里的经验树哗哗哗地喂给他吃 然后等抽到下一个老公老婆后 再次爆发户上升 所以经验树那是消耗如流水 一不注意就用光了 而等抽到比较强的角色时 反而没有经验树去升级了 而且慢慢你会发现 之前拼命升级的角色 很多都打入了冷宫 根本又不上 所以在这里提醒一下 萌新前期升级时 要像我一样专一 而不要像霓虹君一样花心呀 特别是前期抽到五星主C的情况下 别管是谁了 拉满级就行了 绝对不会亏的 踩坑指数 三颗星 崩溃指数 四颗星 第二 不要去抽常住池 我敢说 此刻在看这个视频的你 应该也曾经疯狂抽过常住池吧 有这样干过的可怜儿们 点个赞不过分吧 想当年我还是萌新的时候 看着常住池的克星小美眉 那可是相当的心动 直接把我当时所有的原石都给榨干了 结果后来知道真相后 当场哭湿了八个枕头 那为什么建议不要去抽常住池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常住池是常住池 顾名思义 就是常住角色讲池 在这里面的角色 基本都是固定不变的 而另一个讲池叫做up池 里面的角色 每半个月轮换一次 并且在up池里面 是能够歪到常住池里的角色的 换句话说 在up池里 如果你运气不好 那么很可能会抽到常住池里的角色 而如果你运气比较好的话 那么就会抽到up池里的角色 当然如果你特别喜欢 克勤莫娜七七等常住角色的话 那也不是不可以抽池 但除此之外 我都建议你去抽up池 当然还有一个武器池 这个池子 除非你是科兴大佬 或者强度党玩家 否则我都不建议你去抽 踩坑指数 四颗星 崩溃指数 五颗星 第三 星辰星辉 千万别乱用 天哪 米哈游可真是为广大元神玩家没着想 知道自己游戏 巨他喵的干 居然在游戏里设置了两个兑换入口 可以让我们少打很多材料 但话虽然这么说 如果你真用星辰和星辉兑换材料了 那么你简直就亏大了 原因是这样的 首先是星辰兑换 抛开材料不说 一共能兑换五个粉球和五个篮球 共花费750星辰 一个月刷新一次 而星辰的获得方式就是抽脚 每抽到一把三星武器时 就会给15星辰 所以这东西 非洲大球场从来不缺 别人试炼抽一大堆角色 球场一抽 全他瞄是星辰 当然星辰也是可以适当兑换一些 很难获得的材料的 但是建议一定要留750个以上 这样下次刷新后 就不怕球兑换不了了 而在星辉兑换 只要你有星辉 就可以无限兑换球球 但是星辉的获得 正好与星辰反过来 属于欧皇专属 当抽到重复角色 或四星武器时 会给相应数量的星辉 但是里面的其他东西 依然不太建议兑换 踩坑指数 五颗星 崩溃指数 五颗星 好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话说十月都过半了 再不十万分 女装握都要拖回去了 快读多点赞分享吧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分享